明哥聊太极 什么一种享受呢 就是在你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想象这种无拘无束的 这种自由的翱翔的这种感觉 身心都放空了这种舒服的感觉 是一种享受 所以呢 这个练太极拳 如果你带着功力的目的去练的话 你带着功力的目的 灵力的目的去练的话 你一定感觉太极拳是一个累赘 它是一个负担 我们有一句话叫把这个生活当工作 你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累 什么呢 就是你敢把生活当工作 我烧饭做事情 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我的工作 我必须自己做 这就感觉很累 那么如果把工作当生活 就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什么意思呢 你把这个工作 我今天要做的这个工作 比如说今天我要割草 这割草的工作 我不是把它当工作 而是把它当生活 割草很有意思 割草以后看到这个草坪啊 整理的这么整齐啊 心情特别舒服 割草的时候 这个过程 享受这个过程 那就很轻松 轻松 那么你要把工作变成爱好 你业余爱好 爱好打篮球 爱好踢足球 为什么不累呢 你累 但是你为什么累得很舒服呢 就是因为它是爱好 那么同样出体力 你把工作变成爱好 那么你就会舒服 那么把打拳也一样 打太极拳 我们把打太极拳 变成自己的爱好和生活 太极拳是我的生活 那就很舒服了 那就很舒服了 如果你把变成自己的工作 老师叫我今天打两遍 哎呀打两遍 哎呀打终于打完了 回家了 那么这种想法 你就很累 这个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初学者坚持不住 他练着练着不练 比如说很多学习太极拳的朋友啊 刚开始的时候很有劲 天天学 天天学 学过 天天学得很有劲 学得很有劲 这个镜头很大 但是呢 当他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他感觉到 没有意思了 或者说感觉很累了 或者感觉没有时间 去练太极拳了 那么这种想法 使他 打退堂股了 就不练了 中途放弃了 为什么会中途放弃 就是因为他对太极拳 的认识不足 或者说 他还不会太极拳 你等你会了太极拳 你就知道太极拳 非常舒服的东西 非常舒服的东西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另外一个 一个是会和不会的问题 会了以后 你就感觉它是一种享受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享受不到里面的乐趣 当然你就容易中途放弃 那么 另外呢 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还讲 还想讲一下 这个就是你有功力目的 也是很累 比如说我有功力目的 我想成为老师 我要成为大师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把这功夫练得怎么样 结果你带这个功力去练拳的时候 你练得很累 当然当你很进步很快 那时候你感觉 哎哎哎很有劲 当你停止不全了 你的功夫已经到这个水平 已经不能进步的时候 这时候 你就会 你什么事情都是有个瓶颈 你发到一定的时候 到瓶颈了 你写字一样 你写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不能提高了 那么你就感觉到 没有希望了 这时候你也会中途放弃 因为什么 你带着功力的目的 没有功力 就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那么你就没有 没有 不会中途放弃 对不对 所以这个带着功力的目的 也是 讲起来提到这个功力啊 我想说一下就是 这两天这个视频 昨天的视频看到 发了这个田野 也就是视频上很火的一个人 在我好像是在YouTube看到 在油管里看到这个田野 醉酒 在路路 马路旁边坐着 在床上睡着那个景色 有两个视频 一个在马路边 还有一个在家里面 哪个床上什么 是家还是哪个地方不知道 那么这个田野的醉酒的这个视频 因为我说这个带着功力练拳 它就没有意思了 实际上这个醉酒的这个视频 这些视频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功力的目的 就是干什么呢 就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呀 你看 发的这个视频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我的知名度很高了 对不对 为了提高知名度 其实这本身也是带着一种功力 功力的思想 名利的思想 名利的思想 当然像田野 所拍的那些视频 就是很多视频 田野和骂人的视频 田野很多骂人的视频 这种语言的语言上的一种垃圾 在视频上流传 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东西 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不考虑所有的后果 也不考虑这个影响 这个很不好 当然这不是说我很正统 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打太极拳 要把功名利路 全部要放在一边 专心地打太极 那才能够坚持着长远 你才能够这个太极拳 伴随着你的生命 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把它一个 把太极作为一个爱好 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 像我们手里的一个文物 拿在手里把玩它 把玩它 太极也是一样 把玩这个太极 这是你享受的 我是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是说 不要带着功力去打太极拳 我不是说我正统 不是这个意思 就从田野这个视频上 一个醉酒的视频 也发了一两个醉酒的视频 我觉得这个没有多大意思 这个没有多大意思 这个我在这里还肯再说一下 就是像上次有的朋友说 你想提高你的知名度 不要在这视频上交太极拳 你要这个什么 想走别的途径 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你和徐晓东约架 你不去打 然后呢 你的知名度就提高了 这个我在这里 再顺便说一点 我做的这个民歌聊太极 目的就是帮助想学太极学的 和这个已经学太极学的人 这两个人 我们的开篇 我们在9月份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就我就一个视频 我就说到了这个内容 就是你想学太极学没有地方学 你可以到民歌聊太极 例子里来 那么如果你太极拳进步 有困难 不进步了 你可以看一看民歌聊太极 看看里面有没有对你有帮助的视频 我的目的就在这 没有别的目的 不为民力作响 没有别的功利思想 这就是我的业余的一种生活而已 这是我 民歌的业余生活 就是把这个太极 自己十年来 五十年来 练太极的体会 跟大家说出来 大家能 对大家有人有所帮助 就是可以了 就是自己安慰自己 对大家有帮助 心里就舒服 就是这个目的 没有别的目的 所以顺便说一下 我不需要有知名度 因为我自己的 把自己的定位 我上次说自己的定位 我的定位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 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普通的人 你要什么东西 你只要有一口饭吃 有一张床 有一点衣服穿 就行了 就你不需要什么东西 你就是 这业余生活 这是一种生活 所以我们把这个 明格聊太极 我把这个 教这个太极 把这个 聊这个太极 当做是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爱好 我的生活 所以我也感觉不到累 感觉不到 我没有知名度 我就着急 没有这种思想 好 那么今天明格聊太极 那么就聊这一点 练太极拳 要把功名利禄 都放在一边 把练权当做生活 不要把练权当做工作 这样你的练太极拳 进步就会不快 而且你当你上一个层次以后 你就会知道 其实这里说的 虽然不是练太极拳 本身的技术问题 实际上 它对太极拳的升华 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 你丢掉功名利禄 去练太极 丢掉这个名利思想 去练太极 这太极式的提高 会有一点帮助 你到了一定的水平 你自然都会理解 我所说的这个意思 好 那么明格聊太极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这个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下次呢 再接着聊 谢谢大家